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会接受定义这项目行费 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 又你这么不坏儿子 迷雾重重 激流暗涌 反腐斗士无惧无悔 以坚定的信仰 信仰无畏的勇气 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 请听长篇小说 《人民的名义》 作者周梅森 演播 纪汉邦 蔡成功坐在床上 周身围着一床被子 只露出一颗脑袋 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老鼠 正在动张希望 路易可一走进房间 蔡成功就指着窗外说 我一大早就趴在床上看 等你们过来 门口一直有市里的警察守着 你们知道吗 路易可没时间和他啰嗦 板着脸催他快走 蔡成功掀掉了被子 下床穿鞋 嘴里嘀咕着 是侯良平派你来的吧 我现在全靠你了 天空响起了一阵阵的雷声 一场雷震雨不期而至 路易可一行人冒雨 穿过院子 上了面包车 车刚开到大门口 就被两辆公安警车堵住了 路易可走下检查警车 一个警官拦在面前 路易可认识 是荆州市公安局的秦队长 他出事证件 秦队长也出事证件 他执行公务 秦队长也声称执行公务 双方寸步不让 各说各的理 秦队长让路易可到市局的看守所 去接受蔡成功的举报 路易可冷笑不止 说是蔡成功万一在你市局看守所 一觉睡过去 来个心脏病发作呢 谁负得了责任 路易可明说了 他要防止有人对他的举报人 和重要证人搞杀人灭口 秦队长也把话挑明了 你们这位举报人和重要证人 还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是市公安局目前头号重点通缉对象 是不可能跟你们到检察院的 陆处长 916事件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死伤那么多人 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乌云挤满了天空 光线黯淡 白昼变得昏黄 大雨昼急 水柱狂泻 仿佛苍穹捅开了无数的窟窿 街上不见行人 这样的天气谁敢外出行走啊 路面处处水花蹦溅 好像小精灵快乐的舞蹈 人行道旁的柳树 却是一副惨状 长发乱甩 枯枝败叶纷纷飘落 貌似痛不欲生的样子 公安检察双方僵持不下 在暴雨当中面对面的挺立 形成了一道夺目的奇观 雨水打湿了检察官路易可的头发 沿着脸庞如溪水奔流 秦警官也浑身湿透 却肩如磐石地挡住检察警车的去路 他们双方都明白自己责任重大 谁也不肯退让一步 但又不能发生冲突 总不能大打出手抢一个犯罪嫌疑人 没办法 双方只能硬挺着 洗一场痛快的陆天狱 路易可心急如焚 只好让手下一次又一次 给侯亮平打电话求援 侯亮平在纪检察长办公室谈话 他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接到路易可的求援电话 侯亮平连忙拨齐同伟的手机 可齐同伟竟然找不到了 他的办公室主任说 齐厅长一大早去了北京 参加一个全国缉毒工作总结表彰会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侯亮平撂下电话就骂着齐同伟 我明明跟这位厅长说好的 今天上午提人 他给我来了这么一出 这不是坑人吗 连老同学都坑 也太不识玩意儿了 鸡昌明担任说 省厅没出面拦你 怎么能说齐厅长坑你啊 人家只不过是躲了 把矛盾推出去了 人家还想进一步 敢和李大康翻脸呢 侯亮平眉头紧锁 鸡简 这也太有意思了吧 他李大康怎么对蔡成功这么关心 这是不是和蔡成功举报的内容有关呢 鸡昌明这才问 梁平啊 蔡成功在电话里 明确提到李大康的老婆受贿了吗 侯亮平立刻拿出手机 我留下了电话录音作为证据 鸡简 你听 手机传出了蔡成功清晰的声音 鸡昌明听吧 夺步走到窗前 沉思了起来 随后 他建议侯亮平换一个思路 如果李大康的老婆真有问题 而李大康因此想控制住蔡成功 进而堵住蔡成功的嘴 那岂不是也为下一步的侦查提供了机会吗 侯亮平承认 这个问题他也想过 但是风险很大 万一蔡成功落到他们手上死掉了呢 再说 蔡成功是自己的发小 他就太对不起人了 鸡昌明请洗了一只手 等等 你说什么 蔡成功是你发小 是啊 我们是小学同学 哦 鸡简 我是不是要回避 你当然要回避 不回避还得了啊 人家不做文章啊 好 那我就按规定回避 就让一处路易可他们办到底吧 正说到这里 桌上的电话响了 鸡昌明拿起话筒一听 市局局长赵东来要见他 人竟然已经到检察院了 这还有啥好说的 鸡昌明只能让他到办公室来 侯亮平听了不由的一惊 人家这是步步紧逼呀 鸡昌明却提醒他 好好协商 别闹僵了 赵东来还是个正派同志 没一会儿功夫 赵东来进来了 见了鸡昌明就是一个立政敬礼 还叫了一声老政委 当年鸡昌明做过荆州市公安局政委 老政委和县局长握了手 赵东来很客气地说 真不好意思 为了一桩具体案件打交老政委 按说真不应该 鸡昌明说 没关系 我其实早想和你见面交流一下了 说完 转身把新任反贪局局长侯亮平介绍给他 两个人一对眼 互有提防 毕竟为了争夺蔡成功 他们才走到一起的 赵东来表现出较高的热情 主动和侯亮平握手说 九阳大明 北京那个小关巨探案子 就是你一手办的吧 还吓跑了我们一个副市长 侯亮平话里有话地说 丁一针一跑 荆州不少干部就能松了口气吧 赵东来坦然地说 可能吧 不过该进去的总要进去 这也迟早的事 季昌明检察长提议言归正传 让侯亮平先说检查方面的意见 刚才 侯亮平和季昌明商量过一个妥协方案 就合盘托出 公检法一家人 就不要再争执了 蔡成功可以不带走 反贪局就在省公安厅招待所询问 时间呢 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后 询问完毕 市公安局凭手续拘押 赵东来沉思了一下 表态同意了 侯亮平故意问 赵局长 要不要向市委李书记请示一下呀 赵东来想都没想就说 不必了 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我们的方案合情合理 李书记应该能理解 矛盾就这么化解了 这比侯亮平预想的容易 也让他暗自松了一口气 分开的时候 侯亮平凝视着赵东来的眼睛 主动伸出手来 和赵东来握手道谢 这位年轻精干的公安局长 给侯亮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这一妥协对蔡成功来说不是好消息 蔡成功又被押回了招待所客房 人也变了样子 战战兢兢 面色忧愤 他爬到床上坐着 也不管衣服潮湿 就扯过被子紧紧地裹住身子 只露出一个惊恐不安的脑袋 他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 警惕着周围的动静 鼻子旁边那颗大雾子抖动着 表现出内心的惶恐 李达康手下的警察 连这里的门都堵了 说明事态多么严重 如果侯亮平无法把自己救到检察院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蔡成功一再要求见侯亮平 路易可就耐心地向他解释 因为侯局长和他的同学关系 不能具体管这个案子 必须回避 蔡成功说 那你们把我带到省检察院去吧 我不想带在这 路易可不耐烦地说 谁也不想带在这 可市公安局的警察不让我们走 我有什么办法 省厅干警拿了几套干衣服 让他们换了 路易可嘱咐蔡成功 抓紧时间 马上就要开始工作 他心里也很焦急 只有24个小时啊 询问是在招待所五楼小会议室进行的 录音视频设备临时从检察院拿来 紧急安装 蔡成功对着视频镜头讲述 进行了正式的举报 一开始似乎很顺利 路易可让蔡成功讲 他就讲起来 但蔡成功目光有意 心事重重 魂好像是飞了 声音也飘飘忽忽 这就是一场欺诈呀 从荆州城市银行到山水集团 他们勾结在一起 硬是把我的大风服装厂搞垮台了 高晓勤欺诈 欧阳行长帮他 都来欺诈我呢 路易可口气温和 让蔡成功说得具体一些 他们都有谁 到底采取了什么手段 实施怎样的欺诈 蔡成功却不说了 非要见侯亮平 声言只和自己发小局长说 路易可倒了杯水 递给蔡成功 让他定定神 蔡成功拿起纸杯喝水 手有些发抖 事情很清楚 只要把欧阳经的事情说完 举报结束 检察院的人 就会把自己交给市公安局 那就落入 李达康的手掌之中了 市公安局看守所 还不等于他家开的 你蔡成功刚举报了 人家老婆 人家使个眼色 看守所那帮人 还不把你弄死 所以他只能拖着 检察院拿不到举报口供 就不会把他交出去 这样 他就有机会见到 发小侯亮平 蔡成功相信 只要见到了侯亮平 事情就会有转机 游走江湖多年 蔡成功练成了一个好演员 他开始浑身发抖 牙齿上下磕碰 咯咯作响 好像突然间害了虐紧 我该说的 在电话里都和侯亮平局长说过了 你们 你们问他去 我不行了 我真不行了 路易可 路易可被他闹得不知所措 蔡成功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蔡成功擦了擦头上的汗 汗水还是往下流着 我脑震荡 我晕 你们让我先睡会儿行报 我要睡觉 我晕死了 路易可实在没办法 只好让和他一起参加讯问的侦察员周正 陪蔡成功回房休息 进了客房 何以抖在床上 蔡成功不抖了 面对着墙壁 他睁大眼睛想着心事 倒是周正熬不住了 没一会儿就打呼噜了 路易可和姬昌明通了个电话 建议让侯亮平出马 姬昌明怕受人以柄 断然拒绝 让他们克服困难 继续攻坚 路易可急了 蔡成功赖在床上睡觉 怎么办 就这二十四小时 耗不起啊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姬昌明问侯亮平 蔡成功是怎么样的人 侯亮平就介绍情况 说蔡成功是个 输在起跑线上的人 家庭贫困 早早地死了娘 父亲是个大老粗 只知道用棍棒管教儿子 蔡成功一直抄他的作业 好不容易才混到毕业 还经常打架 打遍了班里的男同学 又和高年级的同学打 打不过人家 抹人家一身鼻涕就跑 季昌明及时地总结 蔡成功的性格特点 是泼皮加赖皮 没错 他那二皮件 估计够路易可受的 我要是回避不出面 别说二十四个小时 蔡成功能赖二十四天 季昌明有点疑惑 你去就能治得了他 当然治得了 从小都是猴子吃包子 对他我手拿把钻 季昌明把饭菜推到一旁 行行 那就走吧 甭管回避不回避了 来到省公安厅招待所 下了一上午的秋雨停了 一道彩虹横跨天际 这可是城市罕见的景象 秋雨后竟有彩虹 许多行人驻足观望 还有年轻人用手机拍照 红有些模糊 变不清七色 但红蓝黄紫还比较醒目 感觉上仍是一座 五彩缤纷的天桥 令人赏心悦目 心旷神怡 侯良平抬头仰望天空 嘖嘖赞叹 多少年没见这东西了 只在童年的记忆里 还留下一点痕迹 有一次我和蔡包子 去光明湖摸鱼 纪长明拽了他一把 行了 别消滋了 我陪你来示威避嫌 待会儿还有个重要会议呢 侯良平恋恋不舍地 告别天上彩虹 跟着纪长明 走进了招待所门厅 蔡成功一见侯良平 什么毛病也没有了 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 高声喊着 哎呀猴子 你可来了 我就知道你得来 咱们谁跟谁啊 发小啊 侯良平绷着脸 别损猴子菜包子的 我们得公事公办 知道吗 是是是 我知道 当然得公事公办 侯良平拿出了一只塑料袋 里面装着在检察院食堂买的肉包子 放到蔡成功面前 让蔡成功吃 说是吃完饭再训问 蔡成功也不客气 抓起包子就吃 吃着喝着又叫起了猴子 侯良平立刻训斥 警告蔡成功 这不是在家里 视频下举报 一具猴子包子 询问就全都完蛋了 吃完了午饭 再一次来到了小会仪式 蔡成功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面对着侯良平和路易可 开始竹筒倒豆子 稀里哗啦的 是连个奔都不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